钟离 钟离我好喜欢啊 怎么办呢 钟离可是绝对防御啊 有了她我什么都可以打了 可 可是尤拉我也好喜欢啊 物理攻击角色 长得又那么漂亮 正好我缺个主C 哎呀我的妈呀好纠结呀 尤拉虽然强 但是你要考虑 你是否适合尤拉 不然你抄到她 也白瞎呀 看视频不如来看老男人说游戏 大家好 我是林秘密 1.5版本的下半期的奥法池 马上就要出来了 还有一天我们就要跟钟离说拜拜了 这里肯定就有很多小伙伴很纠结呀 到底是选择钟离呢 还是尤拉呢 没事 听完一下几点 你就知道自己是否需要抽尤拉了 首先钟离的优点 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不清楚的小伙伴 可以看屏幕下方的视频合集里面的 钟离攻略视频 尤拉的优点呢 大家应该也有所耳闻了吧 如果不了解尤拉的玩法 合集里面找尤拉的视频介绍就OK了 好了 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 各位小伙伴要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角色 在你没有主C 或者你就一个主C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考虑入手第二个主C了 尤拉呢 是你最好的选择了 看过我之前尤拉介绍的视频都知道啊 尤拉的大招的变态倍率 以及1.5的整个版本 都在为尤拉做铺垫 强不强都难了 再说尤拉是个物理角色 物理角色大家都清楚吧 没有任何的元素克制 不像一些元素角色 碰到相同元素的就没有伤害了 尤拉就不一样了 碰到冰系的怪物照样能看翻它 如果你有两个主C的情况下 一种情况就是尤拉的真爱党 如果你特别喜欢尤拉这个角色 那就抽吧 这个就别考虑了 另一个就是土豪 那就不用说了 直接抽吧 毕竟土豪玩游戏就是为了花钱嘛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已经拥有两个以上的主C角色 且资源非常多呀 足够让你的尤拉直升80到90几 并且你有多余的武器可以给尤拉使用 这种情况当然我们也是可以抽尤拉这个角色的 这里有的小伙伴应该就说了呀 啊林秘密我是新手啊 我连一个主C都没有 要不要抽尤拉呀 废话 当然要抽了 这种情况你不抽还等什么 往死里抽 这还用问 如果你是灵科或者月卡党 就够抽一次保底的玩家的 你先别急 别盲目的乱抽 先看看自己是否有适合尤拉的武器 如果你之前歪到过狼墨 或者你有吃骨 再或者有很多锻造双手剑的原材料 那么你就可以抽尤拉了 有条件的呢 可以考虑把尤拉弄到一命 这是尤拉的一个关键命作呀 不能说直接起飞吧 最起码能让你飞出去不少距离 咱们抛开以上所述 再来说说尤拉的双手剑选择问题 我们只按武器零净链的属性计算 新双手剑松赖呢 要大于蜈蚣 蜈蚣呢 要大于或者等于狼墨 狼墨呢 是要大于赤骨的 赤骨呢 要大于天空 天空呢 是大于等于精武血葬的 这个血葬呢 是四型武器 在满净链的情况下呢 加上武器的攻击力百分比 再加上被动兵属性的触发机制 算是在四型武器里面 尤拉的专武了 蜘蛊呢 不能挨揍 挨揍后呢 武器的被动就会掉 没有钟离 女仆 猫女 这些护盾角色就有些难受了 在阵容方面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啊 其他基本就没有什么选择困难性的问题了 倒是天空这把武器嘛 虽然数据不怎么样 但是我很看好它呀 虽然经过理论上的数据测试 表现不如其他的武器 但它稳定 充能很快呀 这让队伍的搭配就可以更加多样化 我们可以双火 也可以双雷 也可以双岩呢 想怎么配就怎么配 像一些需要维持武器被动的就不行了 其实呢 最主要的还是 李秘密就有一把天空大剑 不行也得行啊 松赖作为新武器 铁定是尤拉的最强武器了 不管灵精或者是满精 不过狼墨呢 也不弱呀 如果有狼墨就放弃专武吧 毕竟这个新的武器池子 歪了就是封银剑呢 除了物理克勤需要 基本其他人就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再来看看尤拉池子里面的其他角色 四星呢 分别是心炎 行秋 北斗 单说四星的池子呢 钟离和尤拉的池子是没得比的 钟离是啥呢 女仆 燕妃 猫女 你们看看这都是啥呀 尤拉池子里的行秋就秒杀这一切呀 没行秋的小伙伴在这个池子必须要搞到行秋啊 行秋就是男人的加油站 他好 我也好 如果你在这个池子充满保底的话 两命行秋应该是没问题的呀 最后呢 给大家简短的说一下 如果你现在没有任何合适的主C 或者就一个主C 尤拉呢 你必须要抽啊 你可以不用考虑有没有适合他的用的武器 最起码你主线做完 就会有一把雪山任务送给你的雪葬双手剑 如果你有多个主C 并且都已经成型 那么完全就没有必要抽尤拉了 除非你觉得现在角色不够强 比如迪卢克啦 雷泽啦 你可以直接把他们的武器扒下来给尤拉 再如果呢 你有两个主C 没有护盾职业 除非你的操作特别牛 那么你可以放弃钟离 同时呢 也可以选择放弃尤拉 继续等下一个真爱角色 反正李秘密觉得呀 有两个成型的主C了 就没有必要抽尤拉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抽钟离肯定是比尤拉香啊 但是尤拉池子里的行秋 如果你没有 那么你就要考虑入手行秋了 好了 本期李秘密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各位小伙伴有什么游戏问题 可以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一一回复大家的 同时呢 你也可以加入李秘密的原神群 有什么不懂的 直接在群里问就行了哦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